黑夜中炸出一团火球 就在乌尔战争 建满两年的这天 乌克兰宣布 击落一架俄罗斯A50预警机 根据乌克兰军方消息 这架俄军A50预警机 造价约3.3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104亿元 如果属实 这是一个多月以来 乌军击落的第二架同款飞机 上一次是在1月14号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再度对乌南港城奥德萨 发动无人机攻势 虽然乌军能够击落9架无人机 但仍然有落网之余 一架击中当地商业区 造成三死 乌克兰中部蒂涅伯罗 也有名宅遭无人机命中 就当乌克兰百姓承受战火 所带来的痛苦之际 边境的另一边 俄罗斯总统普清正开开心心 庆祝祖国保卫者日 来到军人墓碑前 献上花环 普清还宣布 俄国95%的战略和力量 已经现代化 空军近期又接收 四架新型超音速核轰炸机 看来西方祭出的制裁 效果不张 两年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是IMF预估受到西方制裁 俄罗斯经济会萎缩 但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俄国仍有办法出口石油 经济反而成长 专家分析 想要改变现状 与其祭出制裁 不如提高给乌克兰 远程武器更有帮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